欢迎收看台湿新闻全球现场我是张宁 新开小带您关心到车祸意外频传 苗栗后龙西冰北上路段 一辆载运水泥粉的空槽车 疑似车速过快翻落两公尺落差的机车岛 造成这个驾驶一度受困 还有一辆化学槽车在过弯时 疑似离行力太大失控翻车 载运的液态安泄漏 警方是立刻封锁道路清理 另外在彰化西湖 有卡车载运的玻璃碎粒 没有封装好 沿路掉落长达一公里远 还好没有进步酿成事故发生 在运水泥粉的空槽车 整个倒栽冲翻的四人朝天 驾驶受困车内 消防货把抵达立刻以破坏器材车 配合拖吊车撑开车体 顺利协助驾驶拖空送衣 只是车子到底怎么开的会翻成这样 自撞车祸发生在苗栗后龙西冰公路 背上103公里 不排除是槽车车速过快 从快速道路翻落两公尺 落差的机车道 好在驾驶经过送衣 没有生命危险 另外在国山下方平面道路 化学槽车侧翻车内 载了19吨的义泰胺部分 渗漏流流了满地 一次驾驶转弯时离行力太大 导致车辆失控翻覆 研判有可能因转弯不慎 导致这个油管车 受离行力的影响 这个翻覆 由于义泰胺具有轻微腐蚀性力 就由警方封锁路段清理 两个小时抢通放行 请各位用路人避开该路段 再来彰化西湖27路上 二十多位清洁队员 忙着清扫地上大量的玻璃碎粒 经过清查 原来是有卡车司机没封撞好 沿路掉了一公里远 好在有民众及时发现通报 没酿成打滑 吃乎事故 解苗栗彰化做不到 请不吝点赞 and订阅